深深的表達 我有十二萬分的愜意 抱歉 對不起大家 何友宜深深一鞠躬 率領國民黨競選團隊 接受敗選的結果 黨主席朱立倫也馬上面對 該不該為敗選負責 主席會不會請辭 會負起政治責任嗎 朱立倫沒回應記者喊話 透過臉書發文 遺憾沒有政黨輪替 接著強調 國民黨立委53席 是國會第一大黨 將發會戰力監督政府 最後說甚至反省 改革不能停 而全文未見負責 或下台整字眼 黨內青年派逼宮 轟立委選得好 跟他關係不大 但總統這一局 戰略錯誤 害慘國民黨 總統的部分 總統選票衰退 政黨的得票 其實也沒有增長 須域立委是因為上次 整體選得太差 所以有成長 本來就是應該的 那請問這樣子 對於國民黨來說 是一個滿意的成績單嗎 我覺得朱主席可能對自己的要求太低了 批評是容易的啦 那當然那些人如果他自己來做主席 那他有沒有更好的做法 其實我覺得主席已經非常認真了 像我那一區啦 我那一區本來大家都不看好我嘛 那主席後來在12月20幾號的時候 他就說元智你有機會 你明天要上來的 後來也是再次來幫我站台什麼的 我個人都是非常感謝的 我覺得其他人沒有必要這樣子啦 成果考驗的選將出面緩加 然而歷來總統大選失利 主席辭職是不分藍綠的慣例 戰鬥欄成員甚至喊話 趙少康上位帶領新國會問政 在幾次的競選過程當中 都會有很多人要負起相對應的政治責任 也要向選民展現最大的誠意 趙先生會是帶領戰鬥欄 然後告訴台灣人民說 不管是國民黨也好 或是在野力量也好 真正有監督國會制衡政府能力的 才是最好的領導方式 接下來國民黨成為了國會的最大黨 我們更需要團結所有在野的力量 現在我們應該給夥伴的是支持 而不是分化 若現在在台湾分化 都只是輕痛仇快而已 勝利可以掩蓋所有的問題 但總統敗選 不分區的脑票增長有限 來自黨內外的批評指教 主導的朱立倫也只能蓋瓜承受 明新聞綜合報導